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新小改的SWIFT之后 因为它改了轻油垫了 油耗表现更好 虽然那个马力降了一点 但是在影音配备也提升了 同步他们在当时也发表了新款的SWIFT Sport 我记得上一次试驾的时候 还是跟那个小兰 那个时候在北宜配的乱爽一把 妈妈我们两个一直妈妈 杀完你看那个小兰笑的这样 这台车很有趣 表示我们对这部车 开起来满意度十足 我先讲为什么叫开起来 因为我们对这种所谓的跑山路 一定要要求所谓的操控 不一定要大马力 因为这时候我们看的其实是比较偏 所谓的马力重量比 什么叫马力重量比呢 就是说每一公斤你要推多少的车重 如果推的车重越低 代表它的操控性越好 因为Balance也会越好 像我刚刚讲 上次跟小兰在北宜配的很爽内部 SWIFT Sport 140匹 但车重不到1000公斤 所以平均你处理下来大概就是 一匹马力大概推7出头公斤左右的车重 好 那我们这一次试驾 在小改之后 因为油电 因为环保法规 所以加了48V的这个轻油电 在引擎的动力部分 应该也是为了要求 所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 有稍微调降 来到了129.2匹 在扭力的部分 来到了23.9匹 但是呢 因为轻油电的这颗马达 还是有多了一些额外的动力 它的马力有13.4匹 它的扭力有5.4公斤米 所以加一加 哈木浪当加起来 跟原本的好像差不多 原本是140匹 好 那重点来了 因为多了马达 因为多了电池 所以车重稍微重了一些 它的车重来到了1020公斤 你换算一下 如果用143匹 接近143匹 去除以10200公斤的话 差不多约莫是 一匹马力推7.8公斤 以马力重量比我们的要求来说 我都会觉得说 可以看到7 我觉得这部车 才撑得上是好玩 但如果是可以到6 甚至到5 那这样开起来会更爽快 我们先讲一下在上路前 外观 基本上还是维持在小改原本的一个外观造型 那我们这次挑的也是一个比较亮的黄色 那在车头呢 大灯造型是一样的 一样为了要创造它一个比较 运动化的一个设计 所以在水箱护罩的中间 有一个雷卡蹦的台值 中间的这个饰板 还有下方气坝 整个最下面的定封液 也是采用这种所谓雷卡蹦的这个 这个花纹来做一个搭配跟呈现 在车侧的部分呢 下方的侧裙 还有包含后方薄杆的下方 最下面有大面积 也是采用这种类卡蹦 类碳纤维的这个压花 来做一个呈现 也凸显它在运动风格的一种程度 那另外呢 我们在大改款的时候 大家就讲过了 这种悬浮式的一个设计 你看A B C柱都有一个 跟车身不同色的一个造型 跟颜色的搭配 这个当然也是为了凸显 它比较个性化的一个样式 车尾其实看起来还蛮霸气 双边单书的排气管的造型 铝圈搭载的是17寸的尺寸 轮胎尺寸是195 45 R17 这个应该是Dunlap的品牌 好 打开引擎盖 第一个我要先讲的是 这一根应该加一个 这叫隔热的一个软质塑胶还是什么 加一下 因为我刚开的时候 因为握了这一根 我刚就被烫到 我看没有用力配 就是顺顺开 其它的温度真的偏高 我觉得加一个保护的装置 会比较好一些 这颗引擎呢 Boost Jet Suzuki的科技 我认为在1.4升的涡轮引擎里面 它的表现算是不错的 原本是搭配六速的手制牌 我觉得那颗变动箱表现不错 其实踩起来就很直接 但是在改款之后 它变成手牌了 那手牌当然我认为 虽然说有人说出手牌我就买 比如说彤哥 他真的买了 男人就是这样 说到做到 但是我认为接受度 六速手牌接受度 以台湾的消费者口味 我的观察在网路上 喊烧啦 还是居多 化修耶 不过我认为 如果说你今天有心想要练手牌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车 好 这颗引擎呢 因为加了48V 48V就是有一个 整合式的启动马达发电机 再加上一颗锂电池 这个启动马达发电机整合之后 变成说启动马达再加发电机 把它整合在一起 高速公路回油 或者是刹车的时候呢 它会做一个 帮离电池回充电能的这个动作 但是呢 在你平红灯 踩下离合器 变空挡的内刹那 它会自动帮你熄火 那这个整合式的启动马达发电机 有一个好处就是 引擎又被启动的内刹那 它的抖动的幅度是可以降低的 还是感受得出来 不能说感受不出来 但是比原本的振动的幅度 是稍微有点降低 那这颗引擎呢 油耗表现非常的出色 我们先讲一般的SWIFT 每公升可以有22.3公里的一个表现 我们SPORT 马力比较大 但是也不错 每公升可以跑到19.5公里 讲到开手排车 这个就要先讲到你的驾驶知识 如果你既要买任何车 跑车都可以 开车的知识 一定要是首要条件 我们先讲 右脚踩刹车 踩到底的时候 你的脚不能是直的 因为这样子你在发生撞击的时候 膝盖才不会受伤 因为它会有个回弹的力道 脚一定还是弯的 约莫层120到180度 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将刹车踩到地 发挥百分之百的刹车性能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方向盘 它这个SWIFT SPORT 基本上你看它是可以上下的 也可以前后 如果靠近方向盘 你的手会有个角度的弯曲 差不多是大概120度上下 你在转弯的时候 有时候在激烈操架 你会快速转方向盘 激烈操架的情况下 这样是比较轻松的 你如果是升直 这样转不是很累吗 所以记得驾驶姿势是第一个 把车开好的首要条件 好 那我们这一次的升级改款 SWIFT SPORT 基本上它的主安也同步提升 虽然没有到像比如说其他 像COPI的360那么的完整 但也不错 该有的都有 比如说ACC自动跟车 自动刹停辅助 这个所谓自动刹停辅助 也有了 车側盲点也有了 然后再就是车道偏移的警示 没有辅助 只有警示也有了 然后像这个RCTA的后方来车警示 还有包含像这个驾驶疲劳警示 远光灯辅助等等 还是不错啦 但如果说期待未来可以更好的话 好 方向盘呢 因为是SPORT 所以多了一些比较运动化的设计 下方呢 没有镂空 有镂空的话更好看 好 那在主安的部分 自动跟车设定的这个 Adductive Cruise Control的部分 跟车距离等等 全部在方向盘的右边 来做操作 左边就是一些 基本的音响键 大小声等等 前方的仪表板 中间有一个 尺寸比较小的彩色资讯幕 不如小补 但是呢 同样可以呈现很多的一些资讯 你看按Info 左边的Info之后 你看它会出现 比如说目前的平均油耗 瞬间油耗 一些车辆的时间等等 居值 现在的扭力马力的一个出值 这个现在的状况 还有一个 你看因为是油电 所以它有一个叫 引擎现在的Battery 这因为是轻油电 所以多了Battery的状况 各位有空可以去玩一下 中间呢 这是一个触控萤幕 那声音在左边可以上下滑 这没有太大问题 但重点是呢 现在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现在全部都变成标配了 再往下呢 当然就是单驱的恒温空调 有一些置物空间 六速的手牌 要练一下 我觉得男人开手牌还是蛮帅的 如果会开的话 对不对 这两张座椅呢 包覆性其实还不错 因为它两侧 你看它的 铺起的这个幅度比较大 所以当你在做一些 你看像激烈操架的时候 你就除了用你身体核心的力量去支撑之外 这个腰靠 其实蛮重要的 好啦我们上路试驾 好的 我们现在呢 上路来体验一下 基本上你看它 Swiss Sport 因为它的优势就是 你看它的车身 因为很轻 所以基本上你在过弯的时候 在加速的时候 甚至在减速的时候 因为它负担都变小了 这种车大家看的就是马力重量比 所以基本上只要车轻 大概就会有更多的一个优势 你看它的 你看它的马力 虽然只有140出头P 但是牛力你看 二十几公斤 再加上马达的那一个 哈姆拉拉加起来 如果算得没错 应该有超过29 所以以它的动力 你看我刚刚出弯的时候 我还没有踩到底 只是顺顺地踩 轮胎就抓不住了 这也代表是什么 轮胎的配置呢 跟不上这一台 Swiss Sport的一个动力表现 严格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在山路上 在弯道里有更好的循迹性 有更好的一个动力表现 势必你的轮胎是要升级的 但是呢 虽然轮胎不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可以在山路上 弯得不亦乐乎 你看 这样我们就听到我的引擎声 你看五指山因为弯少 基本上就是在用二挡三挡 二挡三挡 差不多这样子 我没干嘛呢 你看这轮胎都抓不住了 应该换一下 换一个什么 比较热血的胎 PS4 17吋应该也不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17吋 但是好玩啦 你看有没有 转的就过去 循迹性超好的 你看在弯路上根本也不用吃线 就很顺的 这样 这种车就是 好玩的地方就在这 你都挡位控制好 把进弯的速度控制好 你就不会推投 那不会推投 当然就 相对增加一些安全性 在尽可能的安全的情况下 去过每一个弯 那Swift Sport 基本上它的驾驶乐趣 就是在这 马力扭力不是它的重点 重点是它的车重 你看我们以前在比赛 想办法都要把重量减轻 花钱把重量减轻 把什么门板拆掉 什么拆掉 做一遍赛车椅 Swift Sport不用 直接给你1,020公斤 所以在80万里面 你可以买到很有操控乐趣的 原厂买了都不要改 很有操控乐趣的 大概就这一台 主观也有了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都给你了 油耗还有19公里 兼顾操控兼顾油耗 1.4的税金也不是那么贵 每个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它 其实算CP值还蛮高的 你看难怪童哥 会把它拿去当做 驾驶学员的学员车 因为它就是一部 让你要学开车技术的一部 可以练底子的一部好车 我是安逸老爹 我们下次见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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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